中國今年實施政法實品 中六的新制度 這位法部的事業室 有何協助三千多人 協助來申請主席 但又有這期 事業室有何慎重 跟這個王來所動作 是有保安的密室 只要協助協助不法主席 這位法部的事業室 中五首位是法案王 說共同這是中國問題 在海上後 臺灣實品 外交中國也卡關 中國今年協助經過實品 實施定力新制度 有何協助協助三千三百 控股件業者申請主席 到上禮拜為止 只有八百五十五件 通過心者 通過率只有兩三五 我跟這期說 事業室像是跟王來所動作 是保安密室 這第四 退政主席 台委申請的案件 差不多都沒通過 不過是有四百歲說 中國去年十月 要求臺灣冠風 要在這兩禮拜來 完成保護學的主席 而且當時十四日的選行 裡面只有保安密室 在這裏並沒有肯定力 今年十一月份 中國開放實品 協助自己註冊 因為裡面有列出肯定力 不就來很出名的協助 在那九年內有註冊成功 不過今年三月 取到後 中國又出銷 臺灣協助自己 項目申請 剛才可以透過 使用室送行 協助如果有提到 不去的 都已經請協助自己修正了 不管你是推薦註冊 或者是自行申請註冊的 那一些文件才會到我們這裡來 因為有高柄的項目嘛 所以如果像鳳梨酥這一類的 我們就跟他說 你要走的是屬於高柄的 這個項目 不是走包先面試 室友室強調說會結構協助 協助協助協助 送市民的申請 包括成分 比例 跟這條項項項 表記裡面要聽的項目 都有寫得很清楚 食品協助 可不可以自己決定 還是要保護 根據室友室 上新的統計 包仔密室 目前送行的有八十二 機子 兩機是有註冊成功 四星三營養有包仔 食品的衣服 其他都去用體驗 目前七十一機的衣服 沒有保護的疫官 有九機 當地的保護 記者 從哈報到